大家好 我是老胡 我们顺利通过了每家边界 被想象的好多了 没搜查 只问了一些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美国华盛顿州的第一站就是Costco 我们现在来到Costco加油站了 这里的油价呢 排油是3.439的一个加轮 美国Costco和加拿大的Costco柴油相比 每一升要便宜3毛7加元 到这个Costco商店去看一下 这里东西怎么样 我们再做一个比较 好 等一下见 我只是对我感兴趣的商品做个比较 这个美国的开心股啊 3磅的15块零毛9美元 在加拿大呢 是21点几加元 大概这里呢 比加拿大的便宜2块钱 这买了面包 是1.81公斤 快4毛9这两包 而这是奶 两个加轮的 5块5毛5美元 一瓶是一个加轮 3.79升 这是无糖豆浆 3个加轮 11.35升 价格呢 是12.69美元 这是Costco我们最爱烤鸡 在这里美国呢 是4块9毛9 在加拿大呢 是7块9毛9 比加拿大要便宜1块多加元 这红色的米后桃 899 这里不便宜 在加拿大也用不了899加元 这个香蕉 这一把呢 3磅 1块6毛9 这个采交 是6个 799 这个不比加拿大便宜 总的来说 价格差别不是太大 这个Costco的人不是太多 这个到了交钱的地方了 看 人不是这太多 这边呢 是自己交钱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